今年十五岁 也是专门 我觉得是一种 利用这种老代新的方式 看看给西班牙的 整个团队的建设 通过世平赛这种大赛的磨练 让他们有更多的大赛经验 萧姚倩其实她在乒乓球 开始系统训练的时间 并不算很早 我们刚才介绍张璇的时候 她确实是出道成名非常早 很早地就在西班牙 在这个乒乓球领域 就已经展露头角了 而这个萧姚倩 她是父母 全部都是职业的乒乓球手 然后在92年的时候 父母去到了西班牙 然后开始他们的职业旅程 在94年的时候 这个萧姚倩出生 之后从96年 就两三岁的时候 就又跟随父母 去了葡萄牙生活 一直到18岁又回到了西班牙 然后接下来 她可能才进入到了 这个更加系统的训练当中 可能在她 这个1819年的时候 她自己表述 就是在备战 这个奥运会的 这个周期期间 她说她1819年 才开始系统的 真正的去训练 乒乓球这个项目 并且每年她也会 专门的回国 因为毕竟 乒乓球这个项目 更多的还是 国内的交流 需要有更多的 这种训练和 这个技战术的提升 所以她也会定期 回国参加一些训练 双方热身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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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双方的第一场对决 双方热身完毕 下手给到了一个 比较中间的落点 这个球 肖耀倩明显就属于 没判断出旋转 所以说证明 莎莎发球还是 非常隐蔽的 嗯 肖耀倩一上来就很主动啊 就是在这三分当中 有两分都是积极主动的 快速的上手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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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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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发强打的还是比较明确的 都是以上线球为主 进行主动的相持 漂亮 这个球肖肖现在想发一个直线短球 可以看到孙几叉这个控制非常细腻 控制到正有小三角这个位置 然后进行反拉 这个弱点很不好接了 这个球肖肖肖肖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也是利用正有小三角的位置 给孙几叉制造一些不好上手的 不好上手的一项技术 还是以侧上为主 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下一板的进攻 因为是孝小倩作为华裔球手 所以她整个的打法风格 其实跟国平也是比较接近的 漂亮 正手的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 大家可以看啊 左手和右手对决的时候 基本上反手这条线 塞到对方的正守位 是非常好的一个战术 一旦变慢了之后 塞到反手 非常有威胁 比分逐渐拉到了9比3 小倩这个后半段 一是在莎莎非常高质量的 这个回球质量之中 她的成功率并不高 这一板是算到了 莎莎算到她要你正守 这个球快带了一个直线 这场的话以非常快的节奏 第一局 思颖沙11比3 拿下了第一局 我又听到了科姆三 是 熟悉的旋律 大家在收看我们比赛的同时 在本届辅山视频赛 咪咕视频也是在八张球台 全覆盖给大家带来直播 在主直播间 大家可以看中国队的比赛的同时 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也可以同时关注一下 我们正在直播的2号台 日本女团对阵南非女团的比赛 是由小马哥为大家带来的解说 畅享视频赛多桌次的观赛体验 尽在民估视频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 跟中国台北队的女团之间的对决 对决定 这是一个机会球 莎莎发的弱点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弱点 消遥见也没有办法去加质量 大球直接得分 这的话2比2平 这个弱点非常好 基本上还是压到了 消遥见的正手大角度 这个球消遥见 以消遥见的能力 这球还是超出了他的范围 漂亮 这个反拉还是非常有质量的 声音沙在接发球的时候 还是以搓长防守进行转攻 这个战术这两分运用的特别好 这一板球消遥见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 莎莎虽然跟住了 但是也失去了反手的 也露出了反手的一个空档球 又是利用发球 战术应变还是非常快的 上一板发了上拳被对方拧拿之后 他觉得对手的站位可能偏向前了 紧接着发了一个反手底线长球 这一局的接发球段还是成功率非常高的 戳了几个长球之后的反拉 命中力也非常好 这个球敢偷杀杀的阵手长球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这个时候还算一个大胆的一个选择吧 感觉肖敬其实他在整个打法的策略上 也是处于一个比较敢平敢打的状态 漂亮 同样是发长球之后的主动上手 比分又在逐渐被拉大 现在莎莎8比4 表现 这个球发的非常有质量 所以他这个时候应该稍微调整一下 对手可能薄杀的球偏多了 位置可以适当地站后一点 漂亮 反手连续顶到了肖耀倩的正手位 效果非常的好 这个球有所准备了 发完球的衔接质量非常的快 现在主动上手失误之后 这样的话双方的第二局孙颖莎以11比5战胜了对手 整体的能力上感觉莎莎对于肖耀倩的限制还是比较多的 前三板包括接发球的这个质量都要比变化都要比他更多一些 而一旦进入相持阶段莎莎又这个整体的质量厚度又比他要更厚 但是肖耀倩也会利用一些这个发球或者是接发球的这种抢弓去得一些分 就是在没办法的时候也敢于偷了两个长球 这球角度似得非常大 这两个球 晓晓现在算的还是比较准的 第一板的质量 包括第二板的宁拉 都非常有质量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两个球的落点 都是打到了两个的大角 漂亮 这个球晓晓晓和孙女杀 打得都不错 但孙女杀的最后带了一个直线 非常精彩 都在这个非常大的角度当中 还是直接把直线打上 小小线虽然大分0米2落后 但是现在在场上 还是积极地在寻求办法 寻求突破 哇 非常精彩的对抗 这边多拍回合 大家可以看看站位 孙女杀站得明显要近于 逍遥倩 所以说他在速度上 给予逍遥倩很大的威胁 这个球有一个小细节 所以他正手都被顶着了 但是利用他的反应能力 及时的调整 做了一个非正常动作的一个击球 3比3平 又是开长球 小小倩这名选手 发长球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 还是得小心这个长球 孙女杀可以把节奏放慢一点 位置站后一点 这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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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发抢打得还是非常的果断 基本上都属于主动的进入到相知阶段 小小倩这边一直属于被动防防御 发球擦网 发球想通过落点的变化 漂亮 这个半出台这个位置啊 是非常不好发力的 对 可以看莎莎这球拉得非常低 贴着往走 所以说并没有给小小倩进攻的机会 又连续两个运气球 一分又一次又一次拉到了四分 三分之一 好 关键分了 莎莎这几轮的发球轮还是处理的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都是两分两分在得 非常的顺利啊 三局打的比分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三局之后非常快的节奏啊 第一场比赛就结束了 三四五 明天 感谢观看